欢迎大家收看大城小聚之魔女游中 今天邀请来我的好朋友是Zoe的 Zoe 你好 Halo Megra 你好 因为我发觉有时讲一下饮 讲一下吃 讲一下旅游 找个朋友来谈 特别好谈 越谈越兴奋 越谈越兴奋 我们两个都有共同兴趣 但是其实我发现我们身边的朋友都是同一个地方 就是去日本 是呀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这么多人喜欢去日本呢 我想因为日本真的很多东西都很精细 而且它经常有一些特别很新的节目 或者一些节目 你可以每一次去都会有一方面有新的发现之余 其实就算它是古代一些历史性的东西 都有很多可以看的 是的 它很聪明地可以保存到它的传统文化 同一时间又混合到一些很新的东西 这个就是它很聪明的地方 因为有些人陪伴其他国家 可能那些旧的就越来越少 是的 新的那些就盖了 所以它就很聪明地保存到它们的旧的 是的 还有看回历史性的东西 其实都会令你可以回想 思想 有很多空间给你去发挥你的想像 是的 我其中一个元素 我想你也会留意到 如果去日本的朋友 他们都会有些在不同的庙子 不同的街上 你可以租日本和服来穿 很多时候你在日本 看到人穿和服 不一定是日本人 各自各自就会是日本人 但是有时如果平时日子 你会看到那些是游客 有些朋友就会说 那些游客穿 会不会又古怪一些 或者好像我们现在 在西方文化有一样的 叫 cultural appropriation 会不会有些人觉得 你拿了别人的东西来 原来跟日本朋友聊天 你去到哪里都好 甚至他们的网站 他们都会这样说 我们很喜欢见到人们穿我们的衣服 因为我们很proud 我们自己的文化 你穿就是表示 你都欣赏我们的服饰 挺聪明的 是的 还有我觉得是这种文化的交流 因为有时你说 未必那么全神 当你真的做了 甚至穿了别人的传统衣 你会觉得 好像融入了文化更加了解 但是很可惜 我一年去了日本三次 但是每次去 天气的缘故 我就没有去到租 你有没有租过穿过呢? 我也没有 因为每次都是 我去旅行 多数都是吃为主的 很有趣 我也很喜欢吃 但是我不是吃为主 我就会放在最后 为什么我会这样做呢? 因为我访问很多 像你 和你先生 Chef Alex 我身边的好友 如果你们先放在吃为先 你整个行程 就是围绕着吃 你就要玩吃的东西 附近来玩 是的 那我就倒转了 那我就玩为主 看东西为主 然后去到哪里 就吃到哪里 有时就未必说 吃到那些朋友 哪本杂志要去吃那间 哪个网站 哪个电视设计 要吃那间 我未必吃到 但是会不会不好吃 我未试过一餐是不好吃 是的 很多东西都好吃 有时供下供下供下 都被我找到 所以我就以玩为原则 是的 其实说起这些东西 真的很好 因为我们有时想不到 那我就懒 因为我先生做厨 他就会说 我喜欢去试吃 所以我就 因为这样 交了一个計务 给他做 他就可以围着吃东西 去计划行程 其实Debora 我有问问你 其实你有怎么计划你去旅行的行程 真的问得非常好 因为很多朋友都问我 我都好像刚才所说 我一年 连续三年 都是去日本 还要去得相当长的时间 每次去三个星期至整个月 大概 头头那几次去玩日本的时候 的确实去了所谓的大景点 大家都必到的地方 然后第二次第三次去 就是其他未去过那些地方 以这样做一个原则 每一次我去的时候 我都想选择一个不同的区来住 不论是租酒店也好 或者租Airbnb也好 那我的经验就很全面 是的 的经历很全面 什么都试过 又试过住新的 又试过住旧的 旅馆的 又试过Airbnb也试过 那我就觉得这个就满足到我的 是 英文的那句 sense of adventure 是的 我会这样 是的 又讲开又讲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你会吃什么呢 我也是主要问 关于吃东西 如果你说吃东西 其实我不是很严谨的朋友 就是这样 原来我发现很多东西都不吃 譬如我不吃牛 我不吃内藏 那我发现很多朋友就很喜欢去那些街边的小吃那些 那些我都会去尝试去吃的 但是呢 有一样东西我觉得呢 是no brainer 就是不需要想的 就是在日本 所有的国大的department store 跟shopping mall 顶楼的头那两层呢 就永远就是他们的所谓的food court 食街 就永远是两层的 那应该高一点那层 应该再蒸一点 贵一点 那就很多样化的 因为日本他们很喜欢将食物是分的 我做拉面 你旁边就做乌冬 我做寿司 你那边做饭 那不会说一个餐厅是 全部做同一样的 那不会这样的 那就很好的经验 每一次你就可以吃到 我觉得质量是绝对接受到的 那我又不需要去想 而且它也有一些English menu 有时候我都 譬如 虽然喜欢一个sense of adventure 但是未必真的 每次都想去找一个 鱸鱸鱸鱸鱸 未去过 未必日日想做这些东西 有时候just want to sit down 你给个menu 我有几句英文 oh very good 麻烦我要这个 就是有时候想有这样的经验 但是又保持到日本的风味 所以呢 不要忽视那些department store 那些楼上的食物 那些food court 那些food court 那些food court 那些不是绝对 都是日本人煮的 那些食物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虽然你说那些food court 都有很多好吃的 但是我好像发现 你是有找一些 就是吃一些 精的东西 好像呢 你今次去日本 其实你呢 就由modern 去到很传统 或者很天然 nature 都有做到 那不如我们首先说一下 譬如你 我知道呢 你去过东京的银座 是 我好像留意你都吃了一些 挺漂亮的东西 那不如说一说 银座呢 就有很多漂亮的 下午茶的restaurants 有很漂亮的 department store的food court 真的走极都不愿 逐个摊位都去买 它出名有afternoon tea 有些是那些名手饰店 或者是名店的店 开afternoon tea 这些就极力推介 又有去吃一些 它们的水果三文字的 afternoon tea 这些东西 我都有机会在能座去试 试过 我又 好像刚才说 我每次去都选一些 不同的地方 这些就吃一些 比较新潮一点的 那一直去到 去到一些传统的 我去到一个 我不懂得说 叫什么 Kawakoe 村越市 村越市 坐火车去的 那天去的 其实是一个公众假期 很有趣的 我每次去日本的时候 我其实是选择了 圣诞的阶段 通常是December 要是圣诞前 要是圣诞的 要是圣诞那段 所以当地人都在放假 所以火车和食肆 全部都是爆炸的 但是我又不理解 因为我经常跟朋友说 有时候自己家里 过圣诞有很多费用 但也有很多工作 对吗 圣诞树 圣诞礼物 你都一样是花很多钱 做这么多东西 有时候想吸入一个 不同的圣诞气氛 我去别人那里 去感受别人的圣诞气氛 别人那里黄啊 逼啊 我又不觉得 因为I'm on holiday 逼啊 逼啊 我不觉得 是一个大事 我那天去Kawakowee 原来就是一个 周期 哇 真是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e 但是呢 就大开眼界了 因为他们 不仅是游客 本地人都穿和服了 那我们呢 因为你听得出的嘛 是是 看到一些本地人的 那还有呢 那些蓝的都穿的 那又冷了 那他们又外面穿了一件衣裤 那 It's very nice 在一条街上 那Kawakowee的街呢 其实是旧的 是 它是一个古城 古城来的 十六十七世纪 是吧 因为它都从来没有被 战争啊 或者地震啊 影响我的城市 所以很多旧东西 很多古事的东西 都仍然保存的 有一个小江户的名称 Really 真是多谢你帮我的广东话 是啊 那去到那里就没错 我转了几轮火车之后 去到那里就真的没错 因为离开了火车站 一开到大街上 那些大厦就缩小了 那么烂就变成了古装 好像回了古城 然后那些店里 全部是一些 它们的gip store 手工艺品 手工艺品 吃东西 但是这个建筑 是一个历史建筑物 那你想想 是不是真的谋杀非 也不知道 看它们吃的东西好 买东西好 还是站在街上 拍摄那些建筑物 是很忙的 还是那些人走过 穿和服 我又想偷拍摄它 真的很忙很忙 那一天 那还有一些横街 有很多店铺 有咖啡店 又有烏冬地方 吃东西 又排队 那天其实也是忙的 就做一个typical tourist 打横穿冊 走完横街 就去正街 一边上一边下 就乘搭火车 一天 很累 很累 走这么多个小时 都会很累 而且你个人 是不停地被其他东西 吸引到周围去忙 那我就很记得 我在那里和我家人 我们也有个感觉 因为我们走横街的时候 我就想到当地人 他们怎么生活呢 那条大街 就在他们旁边 就这么旺 他们的屋子 也有一些牌子 叫你静一点 但是那些屋子 令你觉得 很漂亮 很舒服 很可愛 不过外面很舒服 很可愛 记住 日本的屋子是很小的 你那里有没有留在那里 我没有留在那里 我只是去那里玩和吃东西 去了一些廟 去了一个museum 他那里有个博物馆 是用那些 你要帮我帮我 廣东话 那些charet 找人帮着的桥 他有一个桥的节 他有个花车 花车 谢谢 他有个花车的节 文说每一年 是人山人海 但是每一部这些花车 是过万的 来用人手做的木 就是三层楼 是很历史 三层楼的花车 下面是100个人抬 100个人去抬 抬着什么东西 这些花车有设计 上面也有些人 他们有这样的花车的游览 非常有趣 令到我觉得我很想去这个地方 叫做Kawakoway 中文叫做 穿越市 好 那我们说到这里 我们又回来 我们又继续 今天很高兴 和Zoey在这里谈谈 我们两个都在热爱去日本玩 对 刚才说到 我去了Kawakoway 中文叫什么 穿越市 穿越市 德国有我的好朋友 在这里帮我 穿越市 原来他每年有一个花车 如何说到 一个巧的节日 原来是在日本兼世界文明 很多人是会去看的 不过我看到这些照片 我觉得会挺恐怖的 因为是迫到你 这条街很迫很多人 很多人 但我又可以想象到 那个气氛 不是那个节日的时候 那些巧克力就摆在Museum 你就可以去看 很有趣 看他用手工 如何做 每一年的海报 真的很有趣 而且那里 Kawakoway 它有一个 Candy Lane 或者Sweet Lane 是糖果街 或者糖果汉 糖果汉 糖果汉 全部是他们所谓的甜品 即是黄果子那类 是的 不一定像我们西人想着 只是糖漿 它可能是很多番薯 不同的红番薯 黄番薯 红豆 绿豆 它有出名的Garlic Bread 我们在外面看到 为什么这么多人 担着一条条 是什么来的 哇 比较长的 那些是Garlic Bread 也都是他们的出名 虾片 也是他们的出名 根本上 你每一个摊位 你都可以买东西 那里都是出名出树 那里就叫穿越户 就是很出名 刚才说的糖果街 就是他们的和果子 它们做得很精致 我不知道Debora 你有没有试过 他们的和果子 或者是那些薯呢 我什么都吃了些 是的 吃到都忘了自己吃了些什么 最有印象是什么呢 是不是那个糯米糍呢 我看到你有吃糯米糍 是的 糯米糍有吃过 有些番薯物体的东西 有吃过 是不是甜的 是的 然后有人排队 我看到有队排 就是训练得我们很好 训练了我们的游客很好 看到有长龙呢 是 排队 是 一定有好东西 是的 那我排队 吃一些香肠的物体 那天吃吃吃吃吃 吃完又走走走又拍照 但又记住是12月又冷 其实和温光华天气都挺相似的 是相似的 幸好没有下雨 好 那我们一路走走 那它其中呢 也有一个古的建筑 里面呢 就装了一间名牌连锁店的咖啡屋 又收了在里面 那我们又进去喝杯咖啡 外面是一个古的建筑物 建筑外外壳 里面是个名牌咖啡店 里面是个名牌咖啡店 里面是很新鮮的 对 非常有趣 有些这样的有趣的东西 很有趣 好像穿梭时空 那我玩了一天 那我回到火车 那我已经是坐火车 坐得很厉害了 是不是坐火车 就是要蹭一会 一会蹭一会 我不是一个坐火车会蹭的人 我会蹭的人 因为我发觉我太过八卦 看到东西想看 我要看 我在那儿看看人 看看窗外面 看看火车的情形 所以拜了餐 我回到酒店 是真的散了 不过日本搭火车 沿路的风景 不知为何 真的很迷迷我 是如诗如画的感觉 是的 而且我很喜欢它的 你买的那些 很方便 入了一些钱 你去到哪里 都可以按到那些 唯独去到很多地方 都是很多英文 是的 我正想问你这个问题 都试过乘错了班车 就是翌日 翌日 我去到一个东武世界广场 东武世界广场 我去到东武世界广场 多谢我的好朋友 Tobu World Square 东武世界广场 原来 因为我在银座住 他离开银座三个小时 好 但是有快车 有快车 但是记住 那个是Christmas time 是 Christmas time 即是本地人都在 所以很多人 各个都拿着一包二包 要回去过节 因为我们有language的局限 就miss了那些快车 都说得挺 要扎急线 哦 是这样吗 都说得挺重要的 但我很欣赏 这些火车站的人 都很帮助 很帮助 我们拿着下车 看到明明是那个位置 下车 下车 下车都不懂得拨火车 走去问敲门 问Train Station 他一看 他说 track gate run 他说你要跑 他说你要跑 他说OK 他就陪着我们跑 带你们去 对 我觉得很帮助 很帮助 很帮助 就被我们拨打 挺遥远的 但就让我们去到Tobu World Square Zoe 值得一推介给你 值得一推介 等于去到环游世界一次 你真的没有说错 Zoe 真的没有说 等于环游世界一次 它是什么地方 它是一个类似 一个小人国 它里面有102座 世界文明的建筑物 一比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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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大约的高度 就像我的人那样 建筑物的高度 建筑物 很有趣 我进去这个地方 在这边是巴黎铁塔 在那里是海船门 在那里是整个日本的机场 在这边是欧洲的 但全部都是这么高 例如梵蒂冈的广场 有我们这个厅厅这么大 每个人都在拍照 去看 看它怎样 那三个小时的火车 对我来说是 nothing 绝对值得 因为你不会在什么地方 情况之下看到这些 是 我最高兴的是什么 我做了好汉 我走了长城 我终于走了长城 就是走了一个迷你长城 这个长城 走了多久呢 这个长城 由一头走一尾 十分钟左右 我很高兴 还去到金字塔 尸身人面像 全部都给你看完 所以很精致 有一部分全部都是东南亚 中国、韩国、日本 也有做得很漂亮 欧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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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区 都市区 还有历史保护文物区 它都绑了出来 好像有些是你真人 现实是你看不到 它就重整出来 是的 好似纽约的两个Twin Towers 它都放在那里 我挺欣赏它的机场 因为那些飞机是动的 它有几只飞机 动来动去 还有飞机声 那个飞机就像这个Coffee Table 那么大 你又可以看到飞机动 动来动 它都模仿出来 那是一位最好的日子 我觉得很棒 因为没有机会 在北美洲 我们没有机会看到 还有有一件事 我估计应该是 因为日本人做事 它是很精细的 我相信它里面的手工都很精细 还有我听闻 那些人在里面 它也有些人仔在里面 都做到可以 各个是不同的表情 是的 是的 所以那次真的是 謀杀非 但是我告诉你 是很冷 它是外面 那我们就觉得 真的冷 但是都被他们想到 每走多少站 它会有一个 类似巴士站的物体 有热的 有热的 那你可以捐进玻璃屋里面 是 亂一亂 但仍然都看到外面 又看到外面 接着还要抵死到旁边 还有那个机动 那些 买的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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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的那些 让你想起来 很周到 很周到 你会很满意的 那去到Tobu 原来它又有名的 几样东西 它有名的菇 和它有名的豆腐 所以在那个 Fairground 我不知道是不是叫Fairground 那个Museum 那些Outdoor Museum 它有Restaurant 那你就可以吃到 它当地的菇 和当地的豆腐 在他们的Restaurant 里面 有一个Tatami的Restaurant 你可以去到 所以 We were very very happy And On top of that 走的时候 看到很多 摄影师 是那些长镜短镜 有什么事呢 是不是有Celebrity 到呢 原来不是 有一个Steam Engine 的火车 只有两个 每个都在等 等这部Steam Engine 的火车 被爆炸的火车 火车就跑了 然后 We very lucky 其实我不知道 我们做Research 我们不知道 刚刚被我们撞到 那便立刻又拍到 so it felt like We had a really good 很 satisfying day and回头的时候 踏到那些快線 快了多少 都省了一个多钟 我说差很远 差很远 但我们也有一个很有趣的经验 就是坐坐卡 但是他们就没有人出声 那么有趣 那么舒服 好了 有人来收票了 他看一看 他就问我们去哪 他说你介意不介意 去回家 去回家 我们去回家 去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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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没有人去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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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又哪里要補钱 哪里要做些什么 各种东西很平和 很静 所以我们就很欣赏 我们就很欣赏这些小的位置 就觉得 真的很值得 这个就是我的 东帽 叫做什么 东帽 极力推介 如果有机会 你跟Share Valley 它是一整天 带小朋友去 他们就会很享受 它是外面 如果冬天就着暖 夏天有很多风扇 是的 因为它一定是外面 那我说到这里 我们又要休息一会 我们稍后回去继续 好了 各位朋友 回来我们节目时间 今天很高兴 跟朋友一起聊天 讲旅游 我们说了很久 要去旅游 因为我们想到 会很夹的 会玩得很开心 如果选择了一个景点 大家就更加开心 是的 我访问了这么多嘉宾 都在他们的头三名如来 你们也是 我们也是 有机会都很想再回去玩 有没有试过Spring Time去呢 我有一次都是冬天 所以我知道 跟今天温光华的天气很相似 有一次都Fall 不算Spring 我还没试过Cherry Blossom 我们叫那些櫻花季 我没有试过 我这么多次去都跨越了Halloween 和Christmas 和New Year's 几次都是这样 跨越了 我又觉得很好的 有个很难忘的经验 去年的New Year's 我就在这个Asaksa的Temple 过几两个小时前 就找个位置 就站在那里看他们 就在庙子那里 是不是叫展草子 应该我没有记错了 中文 应该是 在那里就看着 那些人排队去庄头 刚刚今次这个New Year's 我就去了东京火车站的一个酒店 一个名的又是有历史的酒店 就在那里就度过New Year's 其实我正想问你 聖诞新年这些很重要的 要开个party 那你去到这么远 那又怎样叫朋友开party 可能就难些 但我也知道你去了party Yes 我觉得你去到其他地方 就真的要早三个月 就差不多了 要选的 譬如我看看月亮 我知道原来New Year's Eve 我就会在东京的 那我就会看看New Year's Eve 有什么available的party 那你一搜索 那它所有的酒店 通常是大酒店的 那你不要以为一定设计到的 有些人呢 原来去年玩得开心 就已经设计了 那所以我们也有这样的经验 好像设计party I know 那我们就选一个 就是看了他们提供了 dinner's show's 有些真的不简单 有些是2500元一个人 1000元一个人 我说家子 就是一些喝 吃的 endless champagne 有很多很多variety 那我们就 Cocors 那我们就挑選了 一项我们选一项 都很喜歡吃的 colorful找的 filler 都有先需要搜索的 所以参考 我们就有日本的jazz 女戰爵士樂團 過去幾年他們在那間酒店 會舉行一個演出節目 吃完飯後可以看完演出 他們會幫你倒數 我們就看時間地點也對 我們預算也對 想預約太早 我們一直按按按按按 好了 三個月前終於可以 我們就放置我們的預約 但他也叫你一個月前 確定要放置你的預約 也很緊張 因為我們在這裏訂的那裏 他也說買完了 因為當地人會買這些包包 而我去到那晚的確 有很多當地人 這是當地人和少量遊客 吃完一頓美麗的飯 看完晚上看火車的街景 接著再聽日本的樂隊 Jazz樂隊 非常獨特 有什麼不同呢 日本Jazz和全女將 首先這個Jazz樂隊是全女將 是挺有名的 我們就一直等 在那裏看到有個小台 但就不見他們出 然後突然 整排 一起走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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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上台 連play instrument 都是他們一群人做的 一群人做的 一群女生 然後就一直走到上台 台很小 有些在台 有些就留下來 在觀眾席 一邊就走一些流行曲 又有英文的流行曲 又有日本的流行曲 然後一起倒數 我們買的那個package 是Endless Champagne 看著它一邊 是這樣倒 它又會拿一支巨大的 問你想不想拍照 那樣 So we had a lot of fun 帶來一些很好的回憶 Moral of the story Moral of the story 就是pre-book pre-book pre-book 即是沒有別的提示 是要做research 就要預先預先預先 其實你選擇這個 是因為你估計它會有娛樂性 你很喜歡它的食物 還是有人推介你去選擇這個節目 我們就在網上看過 覺得挺好聽 一知道是他們的表演 我們就覺得難得有一個機會 我們會去日本全女將日本的Jazz樂隊 我們就選擇這個 天字地利人 幾樣東西合在一起 So we had a really good time 穿得漂亮一漂亮 然後一起去吃 就是想問你 你又去party party又要Jazz up 我覺得每一次去旅行 要帶衣服去party 是很困難的一件事 其實你是去那裡才買的衣服去party 還是一早要帶定的呢 我一早要計劃好 I'm a planner 我是那些喜歡擺出來 大概兩星期前我的旅程 就擺出來 襯好 擺日頭是甚麼 晚上是甚麼 那為甚麼我要擺兩個禮拜 因為我要做這個elimination process 然後有空走過 就說不了這件 走過不要了 還是不要捏 先想想想想 希望可以把行李箱濃縮 但我是一個計劃 我計劃到到耳朵和手袋 誰是可以慢用的 誰是可以夠細 在晚上用的 那我就全部計劃好 哪些是可以抄的 可以摺的 而只需要養一養 所以我喜歡計劃 我就戴了我的衣服 自己的衣服去 但不代表我沒有購物 去到日本就一定要購物 你喜歡購物嗎 我呢 其實如果去日本的話 其實我就盡量帶小東西 因為我可以去日本 最喜歡購物 我今天穿這件衣服 都是日本的衣服 很漂亮 因為我容易在日本買到衣服 而且也有 你很幸運 什麼價錢都有 但我相信 就算Eva我先生 其實日本買不到衣服 他就喜歡看別的衣服 例如你這樣 你們會喜歡看甚麼呢 首先衣服就沒有我們份 他們的大馬都不適合 他們的大馬就等於我們這邊的 就是細馬 所以你很幸運 因為這件衣服就很漂亮 但也會看東西 有時他們有些大廈 從床到九樓十樓 是廣東話說的那些 就是很商場 那些電器用品 電器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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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用品 很好行的 有些東西從來沒有見過 一些椅子也懂得怎樣移動 電視也不知道怎樣移動 很想搬整個商場回家 繁褲也懂得唱歌 差點做卡拉OK機器 有很多有趣的東西 只有在日本 女士們喜歡看的 手飾 風筒 風筒 那些麵 那些機器 我又在那裏 又要逛一輪 你可以花大半天 在那裏 你可以天天購買都可以 但他會問你 你住在那裏 因為原來他們的電器產品 有做給國際市場 240W或110W 我就很欣賞 他想起來 他說這個不是 這個只是居住 這個模特兒 你可以拿走 去北美洲 或者歐洲 挺好 他又想起這些東西 我想很多人 真的特意去買他們的產品 所以他要想得比較 Versatile 另一件我喜歡的就是 I'm a Geek 大家都知道我喜歡玩玩具 有草玩具的興趣 又玩玩玩具 那我就一定要去Akihabra 那我就去那裏 因為它是一個電器城 Electric Town 那裏除了有電器品之外 就有很多Anime 玩具店 模型店 超人店 Made Café 很多有趣的東西 其實就在Akihabra 那裏我每次一定要去Akihabra 那我就去入貨 那些玩具 那些東西 幫不到你自己買衣服 幫公仔買了很多衣服 是嗎 是 沒錯 買不到東西給自己 就買給我家的 hobby 所以我每次回來 都要有新照片 買了一些可愛的東西 來幫那些 Fashion Show 還有我喜歡玩扭蛋機 很多朋友不知道 我很喜歡玩扭蛋機 日本的扭蛋機 有什麼扭蛋機 很多你想都想不到 不是只有一件家玩具 那麼簡單 有些扭蛋機 是將日本的名聖古蹟 例如紅色的tory gates 或者一些廟 一些有趣的東西 它會仿造給你 那我又去扭蛋機 又喜歡玩那個 廣東話說的 claw machine 那些叫做 夾公仔機 夾公仔機 又給了很多錢給他們 但是也夾到一些 你看到你夾到 回來又可以玩 又可以送給朋友 又有有趣的東西 又看到有人排隊 我又去排 有什麼東西吃呢 例如有一次 看到一間很出名的 cheese tart 很出名的 P字頭 每個人都很喜歡吃那一檔 我一聲就進去 我家人已經笑了 每個人都沒有看到 Debora 你會看到有人排隊 你會看到她在裡面 我會站在那裡 我會站在那裡 那些東西 我們會選擇 買一些過時過節的 cheese tart 那些是甚麼 creme brulee donut oh my gosh 排隊 又要排隊 買完的creme brulee donut 還沒吃完 旁邊的creme brulee donut 有什麼gallaxy donut 那個 donut 是五顏六色 七彩繽紛的 我已經沒有肚子吃了 對 怎麼能吃到這麼多東西 所以我們的策略就是 每個地方吃一口 所以人多有人多的好處 切開去幾件 沒錯 所以日本說不完 是可以很多很多東西玩 絕對是 還有很多東西可以說 留下一次有機會 好呀 我們再說 這次有很多趣 我們下次再談 節目時間差不多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